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本週經文在於新約 以復所十六章 十至十八節 請大家一復誦 我還有很多文化 你們要靠靠主 於賴大大的大文化的宇宙當強人 讓船外神授自有全無精通 就能避免我們有同性 依然無力的事與復所欠興的增長 改善以外界執政的長前的 往下更多的世界 以其面後屬於其能保護的增長 所以要拿起身所自的復所奮 套在賴大的日子 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的一切 才能佔領的祖母 所以要佔領 用真理當作戴子的祖堯 用公義當作不信徒的兇 用公義當作不信徒的兇 用公義當作慾美走路的時間 承擔在慘上 所愛是用來的細心的方法 所自來 可以維持發各種不信徒的固執 並領帶上救援的火力 把揚著聖體的負責 也就是神道 套在祖堯的聖體 隨時多幫忙的道祈求 必領帶此提醒 為眾生的祈求 本週莫牧師為我們正道的主題是 超安全圖軍裝第三講 有請問老師 弟兄姊妹 你好叫平安 平安 我們要繼續上兩個禮拜 同樣的經文 以無所述第六章 第六幾個歷史節到十八幾年 我們一起來一下 川全戶軍裝 那我們今天進度第三講 那頭兩次我們有談到我們的全戶軍裝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 來我們一起講 希望今天講的我們六個都可以自己來吧 第一個是什麼 用真理當作賴子樹腰 第二個呢 用無欲當作故心經理之兄 第三個 因為這個是平安的危險 第四個 信仁文化 這是前面我們講過四個 今天要講第五個 第五個是什麼 戴上 戴上 救命的頭盔 好 我發現 在美國好像有一些人騎摩托車 不必帶安全帽是不是 中國在騎 那個機車要不要帶安全帽 要 台灣也要 我 我有一個學弟 有一次我回台灣 我那個學弟 欸 學長我告訴你 你如果給我一百萬 方面是太多的 不是 不是人民幣啊 他說你如果給我一百萬 叫我不要戴安全帽 騎摩托車 我絕對不敢 啊 也不要 你給我一百萬我也不要 我說怎麼了 他說上一個禮拜 我剛好第一次 戴上那個 安全帽 剛好那個緊急煞車 前面那個 那一分卡車 剛好緊急煞車 咚咚咚 來不及煞車 碰 剛好碰到他的後面那個 那那個 他載過那個 剛好 那個高度剛好碰到他的鼓盤 碰 那個 那個摩托車 技朽以前衝 那咚咚 就倒下 這個後腦就摔在地上 他說還好 我不會戴安全帽 所以我都沒有 我這樣 我都沒有怎樣 只是身體有一個 一點點的輕傷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頭部 非常非常的動 非常的重要 之後我的死亡命 大部分很多都是 你沒有戴安全帽 當然你開車 你沒有戴安全帽 我說的是 騎機車 好 這個我們的 這個 我們說要戴上 戴上 意思是什麼 就是接受 所以我們要接受救恩的頭盔 我們要接受救恩的頭盔 那我們接上的救恩 接受救恩的頭盔 並以聖靈的保健 就是神的話 意思就是說 要把神的救恩頭盔 跟聖靈保健 要把他接過來 那這個頭 我剛才講 他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舉個例子 我們當中 牧師還沒有跟你請安握握手了 麻煩舉手一下 牧師還沒有跟你握握手了 我 有時候做禮拜之前 我現在這邊都握一握 那邊坐一走有沒有 過去就握手 看到你握手 還沒有跟牧師握握手了 麻煩舉手一下 還有一些主要有握握手 不能的話這個買不停 你知道嗎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做我禮拜 這個故事就站在那個後面 站在後面那個門那邊 剛好有一個人握著手比較久 沒有辦法放開 而我沒有辦法跟你握手 你走過去 你會這麼想 後 牧師看到帥哥就握久一點 後看到沒你就握久一點 我長得不帥也不漂亮 後 牧師就狗眼看著低 就不跟我握什麼 好 你給我記住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我就不提給你做禮拜 有沒有這種朋友 有沒有 他有沒有受傷 你如果是你 你有沒有受傷 說真的如果是我 我已經受傷了 後 庚哥在後面 看到美女帥哥握手 看到我就更快握手 好 庚哥你給我記住 我下個禮拜就不去幫你 晚上的過一趟做禮拜 但是有的人不一樣 庚哥沒有跟我握手 沒關係 庚哥可能下個禮拜到 我們有 有沒有弟兄 要受傷 他真的想說 哎呀這個受傷 該怎麼辦 他想說受傷 那該怎麼辦 可能腦子在那邊轉轉轉 所以就沒有看 沒有見 有天朋友到 所以他就沒有跟我握手 我如果這麼想的話 我會不會生氣 好來請問 同樣庚哥沒有跟我握手 我前面的結論就說 吼 狗眼看一滴 但是另外我的結論是說 哎 沒關係 他可能在想著叫那個時空 所以他有看沒有倒出來 沒有跟我握手 為什麼會有產生兩個不同的相反 第一個 我受傷了 第二個我沒有受傷 所以請問 但因為事情發生 除非他是親自這樣踹 那你真的被傷到了 不然的話 那個心思的站起來 是 那請問 是坑哥沒有跟我握手 我受傷的 或者是坑哥沒有跟我握手 我的解釋 我受傷的 請問 是沒有握手我受傷的 或者是他沒有跟我握手之後 我自己的解釋 我受傷的 還沒有 咦 明凱 凱明凱 凱明凱 叫他凱明 他沒有 我以為我叫錯了 凱明凱 你認為 坑哥 他沒有跟我握手 這件事情 我受傷的 或者是 坑哥沒有跟我握手 這件事情 我的解釋 我受傷的 來了 後面沒聽到 自己的解釋 自己的解释到自己受伤 所以我受伤了我却叫看要为我负责 你说为什么不合理 不合理啊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解释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带上秀恩的头盔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想 是负面的 同意吗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自己受伤 难道美国怎么这么难生死呢 在中国稍微赚一点钱 就可以存钱了 你同意吗 我在这边拼命赚拼命赚也存不到什么 你同意吗 可能你们都会有钱 默默思思同意说 再怎么做再怎么做 好像也存不到什么 什么欠童呢 真的呢 我谢谢你 还好 不像凯宁都在凯宁吗 不像凯宁都不敢跟我回答 我以为我叫错了 还我叫你云凯 OK 我们在属灵的真正上面 头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思想 都需要被遮盖 头盔 我们要带上 旧恩的头盔 所以这个头盔是什么 就是 耶稣基督 他的旧恩 来请问 这个台头 我说男人士人 你听到什么 男人士人 哇 真的很棒 很多时候 我说男人士人 你听到什么 我说男人士人 你听到什么 就是这个表面意思 还有什么 那个全景对不对 我说男人士人 你听到什么 你听到什么 喂 老男人士人 老男女 你们对不对 前面的讲 如果你跟我说 女人士人 那我听到什么 凯宁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吗 当你跟我说 女人士人 那我说 难道男人就不是人吗 听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有两个小孩 我有三个小孩 当我在赞美这个人 最小的时候 哎呀你好乖 我爸好欣赏你 那个老大 爸爸老大就来了 啊爸爸我咧我咧我咧 我说你啊 赶快去吃饭啦 当我在赞美老妖 优秀 很赞的时候 他们听到什么 难道我只有 小妹优秀 我们都不优秀吗 所以他那问了 就到爸爸讲 那我咧那我咧 我说你啊 赶快去吃饭啦 哎呀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思考 出了问题 不是讲的人出了问题 很多时候就是这件事情 让我们受伤 不是这件事情让我们受伤 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 让我们受伤 所以我们要带救恩的头盔 我们的头盔来自那里 来自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所以当你有满贵 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受伤 好 那撒旦 他很聪明 他常常让你自己想 让你自己笑 他会把这个威恶 憂慮 和其他教人很多的思想 就注注到我们的心思里面 那神的救恩呢 就是要抵挡什么思想 就是我们抵挡这一切 所拿起的遮盖 我们所面对的遮盖 所以这样的救恩 是我们所要坚定的 耶稣基督啊 所以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 我常常都非常感谢耶稣基督 全世界没有一个 他们所谓的 救主 他们的 这个宗教所信的 没有一个人是约定替你死 要叫我替你死 要看待家 我替你死 然后除了百万道的 屠头里面 我可能会替你死 因为我一辈子都 撞不到坏话 那我可能会替你死 为值得的人死 可能有 但是为不值得的人死 可能就很难 我不想得你认为你值得耶稣为你死吗 如果不值得的话 那真的你就该珍惜 因为耶稣为了我们 祂愿意舍弃其他天上的宝座 祂到地上来 祂成为一个为我们而死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 能够让我们 不再陷入自己 觉得啊 我很没有用啦 我很淡啦 我很蠢啦 我一无四处啦 我长得不好啦 很多时候都不是 别人在讲我们什么样的 是别人讲我们怎样的 那件事情 伤害了自己 所以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救恩的头盔 好 记得吗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一起讲 第一个是用真理当作代仇药 第二个 公义当作无心境 第三个 天生的平安分血 第四个 性能的盾牌 第五个 救恩的头盔 好 最后一个 第六个是什么 圣灵的宝剑 来 呃 有饼吗 好 这个宝剑 假设这是宝剑 我就带在这边 我看着饼庄变 宝剑都会参加布袋 对不对 先看一下 你们再看一看 啊 这个宝剑 宝剑都会参加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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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拿出来了 哇 怎么只有几公分而已 那个 魔鬼还不怕你 你知道吗 当你这个拿出来 哇 魔鬼三公分 魔鬼会跟你说怎样 来 来 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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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公分你刷不进去就对 加上你这个刀子又不利 错了 半天 错了 半天 哇 结果那个宝剑歪掉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宝剑是什么的宝剑 是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 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说这个道是要接受的 我们拿着的士兵 请问你拿着剑 我看那个古装片有时候觉得很好 你知道吗 哇 卡到 他武功还不一样 当他这个 刀子要收到刀箱的时候 刀箱的时候 弄了老半天 弄不进去 你们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 弄的但是 发挥之后 啪 这样就进去了 那稍微就会看老半天 好几秒钟排放进去 这个就是表示他不熟练了 啊有时候 插完 怎么插到自己的肚皮 操旁边军这个宝剑都要训练 这是全副军装六个装备里面唯一是攻击的 其他都是守护的有没有 带子啊 护心镜啊 鞋子啊 这个怎么头盔啦 这个平安的鞋啊 都是装备都不是攻击 有人打架用鞋子拿起来打吗 比如说丢一下 丢不到就没了 丢到有危险啦 只有鞋拿出来 他才是真的的起 这就是神的道理 是要能用的 是我们跟敌人 在那边 若我站的时候 刀其实 这个剑非常的重要 这个剑是什么剑 就是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宝剑 那我们的全副军装 圣灵的宝剑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每天要读神的话 我看我们班的那个群主 哇 太棒了 我今天读了圣经哪里到哪里 我看到有一个姐妹一读一读 一记就读了二三十章 我想他大概是 在那个进度落掉的怎么样 我不知道 他一读了二三十章 哦 算一算 哦 他还是要过好几个小时去读 哇 真的很棒啊 他读了很多很多 哇 我看我们的那个群主里面 都没有回话 若是在讲神的话 每天的普圣经课祷告 借着上帝的启示跟高明 使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 好比两刃的剑还要坏 你看耶稣他在受试他的时候 他就 说 他说怎样 说圣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来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来是靠神的话 有没有 我告诉你 魔鬼比你更懂圣经 你同意吗 有一个牧师 在台湾这个鬼见仇 鬼啃到他就怕了 因为 魔鬼他心里很熟 所以他才会骗你 一点点骗你 他不会全部骗你 因为说上帝不用心 哎呀没关系啊 这个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 你记得吗 夏娃 那个死了也就是夏娃去吃 分别散热的果子 他说吃的时候不一定死 他没有说 吃了不会死 他说不一定会死 魔鬼都骗你一点点 骗你一点点 他为什么骗你一点点 因为他吃定你 不懂上帝的话 有一次 我碰到一个教会 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 因为我常常讲这些东西 但哪边讲过都忘记了 如果讲到 你跟我说 牧师你都讲过了 我们马上换你给我 好不好 那个教会就来跟我说 牧师你知道吗 圣灵启示我 我们教会要改名字 我说很好啊 那就改了啊 因为你有听到 第二次他又来了 说牧师啊 我们教会上帝又启示我 圣灵启示我们 说要改名字 我说你胡说八道 我说你整本圣经翻开给我看 有哪一个人 上帝跟他改名字 这个第二次呢 来请问 有没有 撒罗改名字 那个什么 宝罗 雅各 改名以色列 上海 改名撒拉 有没有 有哪一个改名两次呢 圣经里面上帝跟改名字 从来没有第二次 从来圣经没有第二次 竟然圣灵会启示你说 你们教会的名字要改第二次 我说你胡说八道 哎呀 圣经里若不懂 你会被魔鬼 骗人 因为魔鬼 他比你还要搞 他 对圣经非常熟 所以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 我们要前途圣经 不只这样子 还说什么呢 还说 还要借着在圣灵里面的宝告 我在台湾的一个教会会有一次 有一个长老 他就来问我 说牧师啊 那我们这个明年度的队长 师班的队长 圣灵队队长要选谁 上帝有没有启示 我说有啊 他说上帝启示该选谁 那我就跟他说 上帝启示某某人 因为你是长老 所以你问了我就跟你讲 你没有问上帝跟我启示 我是不讲的 我就跟他说 比如说上帝启示 莫正义 好不好 就启示凯云 好不好 上帝启示说凯云要 要选凯云明年 当你的师班班长 结果那个长老就跟我说 不是 不过我们的讲老 我们不选凯云 我们要选莫正义 我说好吧 上帝启示 那你如果 你如果听话 那上帝不证 如果你不听话 谁不证 你自己不证 结果他们就一直通过 选了莫正义 莫正义是谁 我是举例啦 不一定是莫正义啦 好 他就选 他就选了莫正义 莫正义就当了师班班长 一月份 二月份 就很高兴的 晏露喔 晏露喔 没有想到 到二月底的时候 莫正义竟然跟师班的 这一些团员 吵架 吵到后来就把 他就拿着说 我不做了啦 他就离开了 他就这样离开我们教会 后来要重新选 你知道谁当选吗 重新再选 谁当选 谁当选 就是凯明啦 所以神会启示你 叫你这样走 你乖乖这样就做好了 你干嘛自己 还要选莫正义 然后离开了这个教会 然后才凯明出来 因为我们要祷告 在圣灵里面祷告 在圣灵里面祷告 圣灵会启示你 因为他们有很多地方在讲圣灵 圣灵要 告诉你 未来的事 未来的事 他要告诉你 哇 哎呦 你跟我说 不是啊 那圣灵祂 祂启示我们未来 要干什么 我说 哇 上帝启示你的未来 那很重要 比如说 我的小孩子 其中有一个他学音乐 我已经看到他 拿着小铃琴走世界 因为他情绪拉很多 就会哭人 因为被圣灵充满 我看到这种 异象之后 我祷告之后 我就了解 哎我这个女人 上帝要用这样 来在音乐的服事 来请问 他如果说要读音乐 我会不会让他读音乐 会不会 我会 因为我看到了 那上帝的一张启示 我就会让他这样做 我不会说 这个读音乐 赚不了什么钱 这个音乐 你在教钢琴 人家后面 人才背出 你去那个合唱团 你去那个交唱会团 人家那个手机 从三十岁做到六十岁 你还要等三十年 三十年后 三十年后 你等到了 也不一定 你是手机啊 那你 你干嘛去 学音乐 啊你如果学音乐 要去 学校当音乐老师 整个学校才期 要有个音乐老师 人家从三十岁 站的位置 站到六十岁 那你不音乐干嘛 如果上帝没有启示 那我可能会反对到你 但是上帝既然启示 我就会跟着走 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这个宝剑到底要挥向什么地方 要打到哪里 要怎么打 策略向怎么办 上帝都会启示 所以我们要透过 我们的圣经 让我们自己本身 跟着耶稣基督 你看耶稣基督 他都需要 靠着圣经的话 来胜过魔鬼的试探 何况我们 所以 圣经我们要守 而且我们要在圣灵的里面 来祷告 那你可能 就会问我 我们的全物军装 我们的能力 到底是 从哪里来 全物军装的能力 是借着圣灵里面的 祷告 那请问 什么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以后 牧师有机会 再跟各位谈 好不好 因为圣灵里面的祷告 是灵的祷告 是灵的祷告 不是 悟性的祷告 是 灵的祷告 他是悟性 悟性的祷告 不是传统 不是悟性的祷告 不是传统的祷告 是一般 比如说我们 做礼拜之前 牧师在这边 带祷告 等一下 做完礼拜 牧师 也会祷告 那个祷告是悟性的祷告 我要比赢的祷告 在圣灵里面前书第14章 因为上帝是个名 所以我们祷告是用礼拜跟他祷告 不是用悟性跟他祷告 所以你用礼祷告 非常重要 我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教会叫做南山教会 南山就是南口的三地教会 有一次 他们在赶崴 这是赶崴的时候 他就做不懂 所以这个牧师就 卡卡哈 哈 哈 他就方言就开始祷告 叫赶崴 那个鬼他听不懂 因为我们讲的话 平常我们这样讲的话 他都听不懂 但是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这个魔鬼就出来 他就阻挡那个牧师说 哎牧师啊 不要再祷告了 我们吃牛排 那个被鬼附身的那一人 他就开始找乱 因为他听不懂你的方言祷告是什么 因为方言祷告只有天父知道 没有人知道 知道的人他就是有 那个 发音方言的认识 如果没有发音方言的认识 大概你的方言祷告 魔鬼听不懂 在座人没有人听懂 那这样子 打不准就用悟性来讲 好不好 这个部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我们的全部居中的第六个是圣灵的宝剑 这圣灵的宝剑是你要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随时随地各处各方警醒不见 不是为自己来求 而已 更要为众圣徒来求 因为 蜀联的征战是教会 整体的 征战 祷告是得意的根根 借着祷告 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水流里面 借着祷告 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里 到底在哪里 有一次 教会有发生了一件事情 正对夫妻他们一直闹一直闹一直闹 一直闹的时候 我就求问上帝 说上帝啊 正对夫妻他们在闹什么 上帝起始之后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 他们的结局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个中国武装片 那个如果 他做错了 把背 被那个 支线大人 什么大人 判斗 三四大板 没有 三四大板就架在上面 然后那个 啪 那边就啪 这边就啪 那边就啪 三四大板 我看到他们 被上帝 罚 打这个屁股啊 不止三四大板 还怎么打你知道吗 是把裤子脱光 然后屁股是光溜溜的被打 你穿着裤子打 虽然很痛 总不会贫 裤子脱光光 光的屁股被打 还要很重吗 光的屁股被打 那我看到他们的情况我就知道啊 神已经出手了 所以我就放心 然后我们的教会就张到几时 说牧师啊 你怎么那么轻松 我说我干嘛 不轻松啊 他说你为什么轻松 我说我知道他的 他的结局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是神奇事啊 如果神 是你的 主人 我举个例子 假设 这个 我们的 影响同工 两个都是影响同工 我们的影响同工说 这个牧师啊 我们现在都拿着 麻烦你把那个 那个麦克风里面的麦克风拿出来 我就把麦克风拿出来 我就自作聪明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的那个影响同工 不是啊 不是 你这个东西是我们现在要用的 你先拿来这边 我们试个音看看 请问 是谁叫我把这个麦克风拿来的 是谁 是影响同工 所以我拿来之后 我应该放哪里 是问影响同工 叫我来 这边 来服事 或者是你自己 增个位置来服事 是上帝叫你来的 那既然是上帝叫你来的 那你要问上帝 或者问你自己 很多时候在教育里面的服事 倒是出自自己的想法 出自自己一时的激情 而不是 问上帝说 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举起 圣灵的宝剑 我们要操练 在圣灵的里面去操练 这个如果在圣灵的里面操练 是上帝负责 不是我自己来负责 所以 祷告是得利的根本 借着祷告 我们在圣灵的水游里面 而且我们彼此代表 彼此福祉 我们让基督的爱 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合而为一 借着祷告 让圣灵自由运行 明白神的旨意 顺服神的代言 与我们的耶稣基督 一同一同得胜 所以 我们再 再来看 我们看 我们的那个周报 我们来看周报 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好吗 从那个第十三节 从第十三节 好 我们来念十三节 一起来念上来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 全部军装 跑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敏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请问 我们 不要打过去 请问 哪几神所赐的 全国军装 是要干什么 在磨难的日子 能够抵挡抽屉 请问 今天的日子 是不是在磨难 是啊 比以前 更多的灾难 比以前更多的 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而且我们 不只要抵挡抽屉 还要怎么样 能站立得住 所以我们要站立得住 我们一定要传全文出传 第十四节 在第一件 上来 所以要站立 用真理当作 带子 束腰 好 我们要站立 我们要讲的站立 第一个就是 用真理 的腰带来束腰 那这个真理倒带是谁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说 我知道我们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所以第一个 我们束腰 不是把谁 束在我们腰上 是耶稣基督 来第二个 用公义 当作 复兴敬祖 遮凶 那这个 公义的复兴敬祖是谁 也是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 他让我们 得到称义 第三个 十五节上来 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第三个就是 平安的福音鞋 是谁 也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穿在我们的脚上 那我们的脚不会受伤 也不会被蛇咬 有没有 那个 女人的后翼 要打破 魔鬼的头吗 那魔鬼要 伤 女人后翼的 脚弱根 那他 不伤到我们 最好的方法是怎样 我们穿 福音的平安 起 平安的福音鞋 第四个 来经第四个十六节 此外 又拿着信德 当作乳牌 可以灭进来 遏着 一切的火箭 第四个就是 我们用信心 来当作 我们的堂牌 不论 这个火箭 它是怎么来 我们都不会受影响 第六个 并带上救恩的 第五个 并带上救恩的头盔 我们带着救恩的头盔 这个意思是什么 也是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 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保护我们的信事意念 美受恶者的攻击 第六个 拿着圣灵的宝剑 这圣灵的宝剑是什么 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是什么 就是圣经 就是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 要将这个宝剑能够越来越越越好用 就是你圣经一定要懂 第18节 起来念撒尔 来 靠着圣灵 随时多发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惊喜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结论来说 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 穿上绝部的军装 是什么 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里 我们什么时候都得胜 什么时候离开耶稣基督 我们就完全没有遗量 所以我们要 在基督里 穿上 全部的军装 这个刚才我们有遗习过的 第一个是真理的 要带第二个工业的微信 第三个 平安的不遗习 第四个 信者的盾牌 第五个 救恩的头盔 第六个 圣灵房间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穿的军装 真的能够好好的穿 你不要穿的 穿错了 早上起来 就奉耶稣的你把 这个礼物所第六章 这个穿全路军装 你就念 为自己穿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就把军装脱下来 那上帝本身 当你的军装 你能早上起来 你又穿着全路军装出去 好 最后一段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起来念撒 只要站稳在基督里 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 圣灵里来是属于我们 因为基督已经得胜 在那里面的 也有份于 祂的得胜 一同 一同来 地头祷告 主耶稣 你是我们真理的腰带 你是我们公义的 呼吸镜 你是我们平安的 福音席 主耶稣 你是我们信德的 腾牌 你是我们救恩的头盔 你是我们 圣灵的宝剑 让我们 随时时时刻刻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 就完全能够得胜 不是我们得胜 是耶稣 为我们得胜 所以感谢主 这样保佛说 我们要站稳 只要站稳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靠着 你的圣灵 圣灵里来 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宣告 阿们